半山深处藏人家 衣衫傍水远繁华 这几诗是对高道村的最好描述 这里山环水绕山清水秀 至今仍然保留着原生态的不一古寨模样 高道村位于贵州省振宁县城西南十二公里处 上千年来当地的建筑几乎没有被破坏过 因寨的多乐在城山峻岭之中 犹如群屋上拖着一口锅 不一于一味高档因此而得名 这里的一切都与石头密不可分 这座以石为基的古寨使中国目前为止保留最完善的贵族村寨 作为贵州省30个最具魅力的民族村寨之一 2020年入选全国第二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正点村 大家好,我是文哥 我们现在在贵州安顺的高档村 高档村有600多年的历史 是一个石头村寨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面去探秘一下 石门 石桥 石屋 石堡 石堡 这上面 古建筑 哇,这个三角梅漂亮 门市小院 这个石门 在这个地方拍一堵血站肯定非常有意境 哇,太美了,太美了 走在这个石像里面 感受600年的历史啊 这种传承 这个房子上还有一点风箱 这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不一度存在 来到这里啊 一切都有石头有关 石墙 石屋 石瓦 石器 石像 石门 石道 全部都是石头 一层,两层,三层 也是三层 下面这一层要牲口 储物 正肩住人 上面呢,他们存一些粮食 这边还有一些标语 哇,这个门也是这种纯石头的 打起来的 这边也是一些老的标语 什么叫工作 工作就是痘症 哪些地方有困难 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这一个特色小吃店 刮买了 哇,这个小巷子 我们看,取景通幽 小石桌 每家每户都已经打到过了 现在 这个地方是去山上的观景台吗 哇,这边还有一个小植物门 这个吊楼是在整个寨子的最高点 以前啊,这边突飞多 在上面呢 看的远 站的高 望的远 往上走是一个木栈道 但人很少 游客很少 就我一个人现在上去 我们到山顶的最高处的那个碉楼去看一看 我们看这个石头 就是这种层层叠叠的 一层两层三层叠起来 他们盖房子 当瓦片一样 在这个石缝之间啊 他们拿一些小木棍啊 把它支撑起来 有长的有短的 这边有竹条木棍 看到没有 这边有很多 有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看这个特别明显 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 有知道的请给刘小言 谢谢了 这也是贵州十八怪之一啊 石片石头当瓦片 这个村子 就在一个山谷之间 全部是石头房 我们现在上去 那个碉楼上去看一看 就在山顶之上 这个地方已经布满了杂草啊 快把楼梯都遮住了 这是一个哨楼 哨楼将于明朝初期啊 石坏结构 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 这一个哨楼啊 这一个哨楼啊 就是建在一块巨石之上 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这种土皮 这一道小石门进去 里面很凉爽 这个空间 大概有个五六十平米 四周 全是 这种撩网孔 有七八个 这边呢有木头和木板 搭了一个二楼 我们到楼上再看一眼 好上去 好上去 楼下呢可以住人 可以储物 储备一些 粮食或者是一些器械 这里出去刚好可以看到 这个寨子 这个碉楼呢 也起一个 保护的作用 瞭望的作用 如果这个寨子 有什么风吹草动 可以从这个 碉楼里面 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呢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什么紧急事件 特别也可以 躲到山上这个碉楼里面 来逃生 也是这种 朴实的 混凝结构 上面 这个瓦 就是石头片 我们看 就是石片 住在这里面很安全 住在这里面很安全 他们正在打造民宿 这个村子 现在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人家里面在改造民宿 今年的贵州旅发大会 就是在高档餐举办的 所以说这个村 非常的有特色 首先它是一个石头房 整个寨子全是石头 石屋 石瓦 石墙 里面的家具 石缸 石床 他们的用具 都是用石头打造的 石街 小巷也是石头的 下面这一间房 就是他们养牲口 储物的 上面是住人的 还带了一些绿色的植被 还卖一些民族用品 你好 这是自己家里面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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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啊 这是腊染还是 是腊染啊 87了 你们老祖宗是哪里的 老家是哪里的 是哪里 是南京那边过来的 是南京那边过来的 原来老人知道 从江西搬过来的 江西搬过来的 有多少年了 我晓得 大朝这家呢 几百年吧 几百年呢 明朝的时候 对对对 我都不晓得了 都不晓得了 你贵姓啊 姓杨 姓杨 你是这个村的人 五百多年 五百多年了吧 明朝初期 明朝初期的 五百多年了 做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处呢 做这个房子 这种石头房有什么好处 这个石头大来吧 要齐了 是不是做这个房子里面冬暖夏凉啊 哇 冬天也不冷 夏天也不 凉快 好好好 谢谢了爷爷 一座存在 一个人物 一段故事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1009座 国家级传统村落探访之旅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